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1月18日 星期一 一節跟大家說說香港的新聞 網上流傳一段影片 顯示一個 中年的婦人 被人抓到她用長者伯特通 然後跟港鐵職員爆發爭執 有人說這個婦人其實就是早前 食製品引發熱議的 39歲中大政治及行政 學系助理教授李薇 這是一個大陸人 李薇回覆立場的時候 拒絕正面回憶是不是當事人 反斥傳媒八卦 批評政府沒有機制讓不符合 兩元優惠的低收入人士受惠 警方 證實了一個 39歲勝利的女子 昨天因為使用 特惠伯特通 違反港鐵扶勵而被飄空 Facebook裏面的專業 公務員secret 在 16日晚上上傳了一段片段 新穿白藍色棒球外套 攜帶螢光橙色環保袋 白色膠袋的中年女人 在深水堡站附近 這個閘口位置 被港鐵職員接獲 要求查票 懷疑他是用長者八達通 一直 都不願意 被人查的 然後 說這個 不涵不淡的廣東話的這個女人 情緒很激動 高虎說我用錯八達通 你為甚麼要這樣 又不時尖叫 最後 有五名配備攝錄機的港鐵職員包圍這個婦人 其中一個女職員抓住婦人的手 阻止她離開現場 女職員表示 看完攝影機錄下了 不用怕 另一個 職員安撫這個女人 用車票很少事 不用坐牢的 你補一票就可以了 那麼基本上 這個女人 那麼 當時 原來也是很出名的 那麼 在影片之中 這個女人 中年婦女 自稱是中文大學的老師 批評港鐵 是不讓人買PASS 人家窮人也沒有辦法 不知物價 資本家的走狗 多次試圖掙扎 離開現場 及後 軍裝警員到場 要求婦人冷靜 但是 這個婦人仍然情緒激動 並將手上的灰色外套用力丟在地上 並向警員表示 搞事你們找我同事 不是找我 你為甚麼不找馬額 為甚麼不找李家喬 他們違反國安法 我用錯八達通 你濫捕 網上流傳說這個女人 有錢貨的 之前就因為撿一些路邊的製品 人家的製品回去射 提倡 折劍 當時其實我們沒有說這段新聞的 因為我們對於一些 擦鞋的北京狗 中共走狗 我們其實一直都黏之以鼻 他就響應習近平的號召 要懂得吃 要珍惜食物 不要浪費 所以製品他就撿來吃 其實製品我覺得 沒有問題的 你自己撿回家 在家喜歡吃糞便也可以 沒有人理會 但是 這次不同 李薇 當時也是 這個 野氣爭議 他繼續 他就說優惠車費未及 低收費人士 但是他自己的月薪有7萬元 如果7萬元 一個 擁有7萬元月薪的人 也要濫用這個2元乘車優惠 我認為 這些是應該捉去 截資的 應該全部截資 截了四支 記者就事件 致電中大的 正正助理教授 李薇 李薇 就不肯 正面回應 是不是當事人 也 表示不想回應這方面 短片自己也沒有看過 隨便你們怎麼說 又批評傳媒八卦 那麼關注做甚麼 要求關注自己在學術政治等發佈的議題 李薇及後再以電郵回覆 批評兩元車費優惠 這個機制會讓不符合年齡之間的低收入人士受惠 但未有回應 是不是有被罰款 好了 這些含家產 賺7萬元個月 基本上是私為素餐 他是不Antitle拿這7萬元一個月的 還有 拿盡這個好處 你應該不跳閘 然後有廣鐵職員來掌掛他 你說我支持香港特區警察 行駛我的拘捕權 拘捕你 懷疑你是蟑螂 你穿黃色衣服 你是蟑螂 又黑色又黃色 然後抓著廣鐵職員就說屈他是蟑螂 那就不用付錢了 以後廣鐵職員看到你跳閘的人也不會 抓你的 是不是 立場就向 就著這件事向警方和港鐵查詢 警方回應 在16日下午約4時25分 接獲港鐵職員報案 指一名女子 中年女子 在深水埗港鐵站懷疑使用特衛八達通入閘 職員向該女子查票的時候 對方 極不合作 要求最後要警員接報到場 這個39歲的女子 姓李的女子 經她勸喻後 才肯向港鐵 出示身份證明文件 以作票控的用途 案件列作違反香港鐵路付例 交由港鐵跟進 好了 這個 去年9月的時候 李薇 被指一系列的Facebook群組 批評街邊的製品是浪費食物 更指自己 曾經拿走豆樸 橙等 製品回去煮 引起社會嘩然 李薇 也批評學生反國安法是浪費青春 縮短壽命 這是典型的共狗 共狗 竟然說 資本家走狗 港鐵 港鐵 的確是資本家 但是港鐵的大股東就是香港特區政府 反對港鐵 嚴格來說就是反對香港政府 是顛覆國家政權的一個罪名 應該是以國安法拘捕李薇的 李薇還是 串串共 說馬惡 違反國安法 為甚麼不拘捕馬惡 這些就是典型的中國臭蟲論 當人家說他犯法的時候 他就說 為甚麼旁邊的那個人不拘捕他 旁邊的那個人也有犯法 為甚麼你不拘捕他 就是臭蟲論 人家也有臭蟲 這種人 其實 是最劣質的中國生物 是最劣質的 香港 中文大學 竟然會請這些人回來做助理教授 可以見這個報帶其實也不是很暴 首先學生 沒有 用文革的手段把他鬥倒 批評他是一個反革命的罪行 其實 我認為現在香港的學生 不如我們想一想新方向 因為現在我們看到文革在美國開始在搞 美國在搞文革 為什麼香港不可以發展文革呢 這些 老師應該在貼大字報 應該就要 批評他 說他 是 挑戰港鐵 港鐵香港政府是大股東來的嘛 絕對可以對付他 這個人 基本上 就是反港鐵 反香港政府 反祖國 反人民 反港鐵就是反對香港政府 反對香港政府就是不把這個中央人民政府放在眼內 因為 香港政府是中國 共產黨的一條狗 狗也不可以 打狗也看著主人 很明顯你就不給面子中國共產黨 反社會 反人民的這些人渣 其實 是應該將他 踏倒在地 再踏上一腳 讓他永世不得翻身 或者要他穿高帽 看陰陽頭 把這個女媚 用一個文革式 把他吊飛機 拉他在中大遊街示眾 要他走路 不可以坐車 整個中大繞一個圈 穿一頂高帽 然後 高帽 除了下來就看陰陽頭 以後就用陰陽頭示人 大家知道甚麼是陰陽頭嗎 一邊看光一邊就留 那是陰陽頭 其實我認為 香港的學生 不如不妨用這個文化大革命作為一個參考難本 對付這些 共狗 我認為是最佳方法 看看接下來會不會有一個跟進 因為 我覺得 現在 我們那個香港學生 在現在的抗爭方面 可以說是沒有什麼 方向 如果可以把這個文化大革命在香港展開 其實我覺得也是一個 不錯的選擇 下次 就可以去鬥一下張舉能 反動學術權威 這個老師其實是一樣的 因為老師 其實可以 扣多頂帽子 就是反動學術權威 是不是 資本家走狗 說這些東西 香港政府來的資本家 好了 這一節我們先說到這裡 拜拜